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国产的恐怖片 中邪 影片一开场 为了揭露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 丁心和刘梦这两位大学生啊 来到了山东淋漪的某个偏僻的乡村 打算拍摄一部关于算命的纪录片 哎呀 这是哪个村咱不知道 但这看相算命的半仙可真不少 你甭看一个个起貌不扬跟家庭妇女似 但都号称既能上天堂赴宴 又能下地狱混饭 一三五跟上帝打牌 二三六找某个扯淡 总之一句话 那就是法力无边神动广大 刘梦分别找了几个半仙 给自己算了一挂 结论都出奇的一致 都说他不久之后将有血光之灾 如果想保住命啊 那就得花钱 刘梦说那得多少钱呢 半仙说不要你1988 也不要988 你给我166 这叫66大顺最吉祥 保证你死了以后上天堂吗 刘梦说那感情好 可我今儿没带钱呢 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半仙说大妹子 你这不是拿菩萨开串吗 明儿你要是不把钱给送来 我保证你活不过这个周末 转场之后 两人找到了正在帮客户还人的 著名的半仙王婆 这还人呢 说白了也就是驱鬼秘鞋 这王婆可不同于那些 摆地摊的酸米仙啊 本事可大了去了 甭管是通灵驱鬼送盒饭 还是祥瑶胡摸大宝剑 她是通通都能看的 而且还是全活不打折 吓到阳王爷上到如来佛 跟她都有业务上来往 这王婆名气一大 收费也是水涨成高 没有个三五千的 根本请不动她 就这还得提前预言男号 通常像王婆这种级别的半仙 都比较高了 为了能够采访到王婆 丁心和刘梦决定 从王婆的老公 眼镜叔身上打开脱口 眼镜叔这人比较家常 而且还特能看 属于腰里穿腹牌 见谁都能来 当听说这两位大学生 要拍纪录片 眼镜叔当时就来了兴趣 眼镜叔说你们可不知道 我打年轻的时候 就有当演员的梦 我当时的偶像 那可是大美女刘晓庆啊 不过由于我长得太不上镜了 而且也对不起观众 后来只能认命了 转场之后 丁心和刘梦正在 眼镜叔家采访王婆的时候 眼镜叔接到了一电话 说港字王有一女人中了鞋了 让王婆去帮着去鞋 港字王这地儿 不仅路途遥远 而且倒也不好走 这王婆就不太想去 可嫁不住对方给的钱多啊 于是第二天的一早 丁心和刘梦 便跟着王婆和眼镜叔 踏上了去港字王的路 天快擦坑的时候 四个人终于来到了 客户大庆的家里 王婆说你姐姐之所以种鞋 是因为生辰八字不对 她其实是从地府跑出来的小鬼啊 地府那边的工作可都是流水线 她这么一走流水线可就断了 那阳王爷能干 所以咱得弄个纸啊 冒名顶替给送回去 阳王爷一看有人干活 估计也不会激养那么多 大庆说那咱现在就开始干嘛 王婆说现在可不行啊 晚上阴气太重 搞不好会出人命 大庆把姐姐锁屋里之后 跟王婆讲起了犯病的经过 原来大庆的姐姐陈丽结婚之后啊 一直生活在城市 有一年回老家的时候 她姐夫在野地里抓了只刺猬 这只刺猬被抓之后非常的郁闻 当天晚上就刺杀 等到第二天中午 她姐姐跟她姐夫开车回去的时候 半道上出了车祸 她姐夫当时就领了河帆 她姐姐虽然捡了条命 但肚子里的孩子却没能保住 从那以后 她姐姐就开始变得不正常 跟中了鞋似的 只要是一发作 不是哭就是笑 并且还伴随又胡说八道 王婆说那小刺猬呀 就是阎王爷派来抓你姐姐的鬼差 你姐夫让阎王爷的手下领了盒饭 那他老人家能干吗 今儿旅途劳顿我也困了 有什么事咱明天再说 王婆和眼镜叔这边回屋睡觉 丁心那边开始跟刘梦吓唬闹 刘梦说陈丽是不是真的中邪了 丁心说什么鬼呀神的 全是封建民心 到了后半夜 陈丽抱着个玩具娃娃 开始在过道上下溜的 把正打算睡觉的刘梦 当时就吓咬了 第二天的中午 驱邪的重头戏来了 只见王婆口中是孽孽有词 什么天零零地零零 太上老君可嫌良 此时的太上老君 正跟王母娘娘牵手的 一收到王婆的信息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可以看陈丽病得这么重 意识到自己也搞定 于是急忙把王婆的微信给拉黑了 王婆一看连老大都怂了 自己这水平就更不行了 就在他瞎琢磨的时候 陈丽突然就掐住了他脖子 只听王婆是一声惨叫 当时就吓尿 其他几个人一看 急忙过去把他俩也拽开了 王婆说你姐身体里的 这个小鬼已经成了精了 单挑我是斗不过他 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去奔救兵了 你这个倒霉地方 手机也没信号 我只能亲自跑一趟 回屋之后 丁心打开电脑 屏幕上出现了 王婆跟眼镜叔聊天的画面 原来他提前呢 在王婆屋里 放了一个真孔摄像头 王婆跟眼镜叔说 今儿这事儿呢 我觉得可有点不对劲 从陈丽的眼神里来看 他好像已经发现 咱是在照顾照片了 此地阴气非常的重 在那赶快逃命 可几个人开着车 跑出去没多远 轮胎突然没气 无奈之下 四个人又返回这大型的家里 王婆和眼镜叔 刚回到房间呢 眼镜叔就向王婆提出了离婚 原来这眼镜叔啊 早就昏内出尾 跟别的女人披了嘴 王婆说 没想到你颜值不高 人倒是挺骚 我可告诉你 上次在王级 那老太太之所以死翘翘 那可是你下的药 眼镜叔说 你少跟我来这一趟 那还不是你让我下的药 王婆说 我让你下药 是为了把老太太给弄蒙圈 你可倒好 直接把老太太送到鬼门关子 丁心和刘梦一听 全都下梦了 到了后半夜 陈丽一手抱着娃娃 一手提着猜刀 开始到处下溜达 起来尿尿的丁心 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第二天那一早 丁心把录像拿给了大庆看 说你姐那屋明明是锁着的 那她是怎么溜达出来的 大庆看完录像之后 直接就跪在了王婆的面前 说大婶 要不你亲自下去一趟 跟杨王爷他老人家好好说说 让他大人有大量 把我们姐俩给放了 随后 王婆在陈丽门口放了一道壶 说这镇妖壶法力强大 当年苏悟空就是被这道壶下 在五星山下 我走这几天呢 你姐绝对不会出事 换好轮台之后 几个人刚准备离开 这车也要打不着火了 到了晚上 当大庆刚刚打开的姐姐的房门 吃惊的发现 陈丽已经上轿去找杨王爷报道 接下来 影片中最恐怖的桥段出现 到了后半夜 大庆发现陈丽的尸体突然消失不见 大家伙正瞎悬末的时候 陈丽突然嗷嗷一声尖叫 把所有的人都吓尿 紧接着就全乱了套 王婆和眼镜书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幸全都叫了饭票 影片演到这个阶段 表面看上去 似乎这一切全都是杨王爷干 但杨王爷说 老子可不背这个国 人心叵测 这一切都是贪婪惹的祸 影片的最后随着丁心住进医院 真相也渐渐的浮出了水面 不过由于这部影片马上就要上映了 俗哥在这儿就不剧透了 总之一句话 这部用五万块钱拍出的低成本伪纪录片 至少从目前来看 能够秒杀所有的国家恐怖烂片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匙押琴吧 人在做事天在看 千万别把重重看 如果非要瞎回来 迟早让你全完蛋